不是那麼容易改的 因為現在背後的包袱太大 對像這樣這個 有當調的人 叫做所有學費少了 叫做這個 到後面就 叫做Race Tuition 叫做學費要漲價 好 那其他 我想這都差不多啦 那Assignment Assignment Operator 就是 那當然我們說Assign 這個不是 不是這個 這個等話 不是 不是等級 不是那個 邏輯探斷等 等於不等級大數 不是這一些的意義 它是 它是這個 Assign 但是呢 加等 減等 乘等 除等 這這幾個叫 就是 又是減寫 這也沒什麼 知道你跟剛剛的問號 問號冒號一樣 if then else的那個 減寫一樣 你知道就知道了 什麼叫加等 減等 乘等 除等 加等 C加等7等於 C等於C加7 這兩個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 那就是那個 Assign Assignment 這個 符號的意義 這個叫 加加減減 這也是 加加減減 C加 C加 這第一個語言 我們這裡就不講了 但是如果你 如果有點不清楚的話 你可以把這一個 這邊的例子 自己看一看 加加減減 擺在前面 擺在後面的時候 代表意義不一樣 有的時候會 會有它的影響 所以我們這邊也不提了 加加減減的影響 那再來是這個 Structural Programming Structural Programming就是Fore 其實剛剛已經看到Wire了 if跟Wire是condition 那現在是Fore跟DoWire 那Wire的話是在前面Check DoWire是在後面Check 最後一個敘述Check 那前面Check 我剛才講到 前面Check跟最後一個敘述Check 跟你要注意到 第一筆跟最後一筆 有沒有Check到 最後的開始跟收尾的時候 會有什麼不同 Break Condition 我們很快的把這個看一看 那 字串 用Double Quote 是雙引號的這個 當作一個字串 這個表示法沒有問題 那 HsHML裡面是Single Double都可以 但是在JavaScreen裡面 我叫Double 那這裡是一個Wire的Counter 這個我們直接用HML裡面的 這個Header 或是 或是用CSS 我們都可以達到這些效果 同樣的效果 對 這一類的字形大小 但是如果我們用 那麼多你要重複那麼多次 那如果你是用一個 回軒來做 Counter有7個 開著7個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Style 的Found Size 然後Counter Counter是1 Counter一開始1 然後每一次加加Counter 回軒一直加1 這個大家都沒有問題 不過這邊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處理的是誰在處理這個序述 這個序述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有一點tricky 這個序述就是做C次 每次的Counter 這個代表 1234567 它加上去 加上去 加上去 什麼 Found Size是1342'st 我说em,ex,两种不同 x的小写跟f的大型表较 是因为字型的高度、畅度 style等于方扇 这边你会看到几样的事情 style等于right line duck and right line 后面应该是一个HML 可这HML呢 在JavaScript的叙述里面 这HML又是有JavaScript里面的几个变数 所以下面这个字串 是由第一个字串 p-style,fonsight fonsight是多少呢? fonsight是counter 然后呢,第二个字串 counter是多少个ex 但是这个是第一个字串 那这个 这个是一个变数 但变数这个ex 合起来是HML 然后呢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fonsight的部分 然后 shmlfonsight 这是呈现的 这个 这是p的结束 就是p开始 就是paragraph的结束 这是head的开始 这是head的结束 那下面这个是head的结束 就是head的这个左发号 右发号 就在这个里面 这个是呈现出来的 smlfonsight 然后是多少个ex 那 所以这个是这一个字串 跟这一个字串 跟这个字串 跟counter又变成字串的整合起来 就是它的 HML 但是就那个javascript而言的话 它是 这个 呃 这边的counter 这个counter数值加到这边多少个ex 然后呢 那边的 数值加到这边多少个ex 所以这边的这个 有HML的processing 也有javascript的processing 所以 所以这边要稍微 稍微注意一下 谁在做什么事情 这个部分 for回圈 for回圈 只要我想也是类似上 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做同样事情 我只是用for来做 那 这边这一个 就加吧 从2加到100吧 就是这个 for回圈去做加法 就算了 这边是 做算利息 算利息再一个 那这里当然比刚刚有一点点 稍微啰嗦一点点 算这个 算 因为这里秀的是一个table 这边 因为这边是一个table 我们就加税产生这个table 利息 付利一年的话 1000块钱 一年1050 存两年的话是多少 1100 这样算 算10年的付利 那 4个table的话 我们就加税要把这个一个一个 算 呃 就跟刚刚一样 自算 要把这一段一圈没有的自算把它组合出来 那组合出来的话 好吗 前面的 如果 这边也用到一些 css css table 要用到的 table的 设定 table tab 这些 这个我们前面谈过的 table border 这些东西 那 但是我运算里面 就是1000块钱 然后这个 它的利率是 跌我 那这个中间要算利息的时候呢 就要用到什么 用到max 那max的就是在这里 上面 上面那个序组 Pincipal 本机 乘上 max.how 这个 这个 四方 1.0加上range 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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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是一个货文圈 E0 E0 那 每一年 这个 这个 多少四方 乘上 它的 多少伤 这个 所以这个是 然后就填到这个table里面去吧 不详细看了 Switch的话 Switch Switch 比较让你的程式看起来 比较简洁一点 就分成每一个每一个 用变数来控制 要往哪里走 比较 要注意到就是 break 跟default Switch最后一定要加一个default 然后每一个叙述后面 要加一个break 这应该在加法里面 一定有特别讲 如果不加break的话怎么样 他就直接接下去做了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到的 然后 然后最后是default 这个程式是产生 这个程式有点意思 但是 那我也不想去谈 想去谈谈它花点时间 它是把这个 把这个 我们这个 Order List 要选 要选123 还是 ABC 有几个选择 要选 这个number的 还是letter的 还是罗马 要选 123 还是ABC 还是罗马字的 那个123 有这几种 显示方法 那 这几种显示方法 其实就是 就是那个 选 选UAL的这个 选UAL里面的 这个 Order List 是 选择 这几种 这是default 那这个选的style style是选 选哪一种style 大写的urper alpha 就是说 default的就是123 但是如果那些大写的 大写的这个呢 你在这个case的时候呢 那你在这个OL里面的style 把它选成大写的 英文字语 或者是罗马字母 罗马字母就在后面 然后就选这个 Upper Roman 大写的罗马字母 都可以 所以就在 就在 这等于做一个这个小的 Utility 程式 给使用者用 然后让他 可以 选择这个网页 其实这个只是为了教学 实务上没有 应该是没有这种需求 然后 然后 都坏了的话 我想也差不多了 都坏了只是要小心是最后的 最后这个 那break跟continue 这个大家应该也了解 就break的话就是 跳出来 如果在这回圈这边跳出来的话呢 跳出这一个回圈 但是 没有跳 跳出这个叙述 但没有跳出全部的 当然也有可能会跳出全部 有不同的跳法 break就不回来了 抱歉 这个break这边就不回 break的话 这个回圈就跳出来了 break是跳出 这整个for 就跳得不做 那continue呢 continue的话就是 跳出这一个 这个迅速不做了 后面还继续做下去 break跟continue的这个 意思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边有一个范例 如果大家要check的话 可以用范例来 来check 我就不详细的 trace它了 这些都是基本的语法 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 最后这个logic operator logic operator 呃 呃 呃 这个大家应该没有问题 那但是呢 呃 这个 有这个shortcut的operator 是 呃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大家应该有学过吧 有没有学过 shortcut的 然后 and all有两种 这个这个 应该应该有学过加把里面 这边有一个 and all应该是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and all就是 and跟all 有两种 有两种 一条或两条的 甚至and all 对不对 那什么叫shortcut shortcut是什么意思 如果 如果是and的话 如果是and operation a and b a and b 如果是第1个是 已经是forse的话 那这个第2个 我们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切它 就不用了 那这个 一定是forse 那alb呢 如果其中第1个 已经知道是true的话 第2个就不用了 第2个就可以省掉 省掉一些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 C java Javascript C shop 全部都一样的 都可以做这种 shortcut operation and all 就看 你需不需要 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 你要希望 让你的 执行效率要快一点 某时候 有的时候compiler也会帮你做 但是 这个是 让programmer 你可以自己来做这个决定 有的时候 有些东西我可以不用做 刚好 结束这个 结束